老陈注意到,女方是没有跟回来,暂时留在了密地中。 王轩猜测,过段时日,他多半要搭乘赵青汉,无因他们的飞船回归新兴,这也让他长出一口气。 郑瑞恢复了过来,没再被催眠了,对于早先的冒险经历,大部分有记忆,但涉及到敏感事件,他则印象模糊,莫名所以。 飞船上,周云放声痛哭,有失控的兆头,抱着郑瑞,感激无比。 他在密地中这些天担惊受怕,多次被怪物张开血盆大口追着咬。 如果不是郑瑞伸出上帝之手,他早死了。 他即便有一颗大心脏,也多次吓得小腿肚子转筋,浑身发抖。 服务员,拿酒来! 周云抹了一把眼泪,这样大喊道。 忠诚诡异地看着他,提醒道,周哥,这是在飞船上,你哭懵了。 飞船上有酒吗?都拿来,我请客。 周云喊道,看这小子留个寸头,长相有点野,原以为桀骜不驯,没有想到登船就哭了。 老陈感叹,他是桀骜不驯,但经历这一遭,正常人都受不了。 王轩示意他去看,活下来的人都带坐着,更有不少人身体都在发抖。 秘笛这段日子,对于这些人来说,宛若地狱数年那么煎熬,每天睁开眼睛就得跑,不敢再在一个地方久留,一到黑夜就提心吊胆,怕活不到天亮。 他们经常眼睁睁地看着同伴被怪物在面前咬断半截身体,鲜血蹦在他们的身上,溅落在他们的脸上,这样的噩梦,这样的血腥经历,每天都在上演。 刚前往秘笛的时候,各路人马兴气都很高,但现在死得没剩下几人了,所有人都沉默着,也有人在落泪。 这次秘笛之旅,消灭了一群老头子,那些想效仿老中活出第二世的老家伙,足足死了11人。 还有八个老头子见识不妙,来到密地,不久就跑了,只能说他们太精明,稍微发现异常,果断跑路。 反应稍慢的人,事后再想离开,发现与外界失联了,根本逃离不了。 至于年轻一代组织的探险队,那就更凄惨了,很多支队伍加在一起,足有数百人,现在剩下多少? 王轩点数了一遍,成功登上飞船的只有二十八人,九成人马被灭了。 这次回去后,各家真是要披马带笑了。 忠诚感叹,一群老头子死了,老中却活着,而且更年轻了。 如果半年后老中从金蝉壳中爬出来,变成二三十岁的样子,估计要遭人恨,活着的老头子吃了他的心都会有。 真不容易,去的时候还好好的,回来的时候人都没了。 周云稍微平静了下来,他认识的财阀子弟最起码死了六七个,除了躲在地仙城的几人外,外面的熟人几乎死绝了。 周哥,你知足吧,毕竟你还活着,并且吃到灵药,实力提升了一大截。 忠诚说道,小诚,我觉得,回去后你们姐弟俩危险了,老中坑人啊,估计很多人都想打你们,最近避避风头吧。 周云说道,忠情撇嘴,道,光我们什么事,不服气,让他们去找我太爷爷。 哦,我太爷爷,来密地前就超烦了,现在不知道什么境界。 众人无言,老忠诚一尊大佛了? 不好惹,他本身就超级财阀的掌舵人,现在还这么强,各方都忌惮。 不过好在,他家大业大,属于财阀中的一员,不敢乱来。 餐车推来,上面全是酒,不管是麻木的,还是伤感抹眼泪的,众人都默默接过酒,使劲向嘴里灌。 有些人呛得咳嗽了起来,但依旧在喝。 很快,有人痛哭出声,将心中的恐惧,悲伤等发泄了出来。 喝酒伤身,但他有时候确实是个好东西,这些劫后余生,心里留下阴影的人。 大脑皮层放松了,哭着,叙道着,在释放各种负面情绪,各自讲出心中的恐惧,说出惨烈的经历。 一群人又哭又笑,最后总算稳定了。 一个老探险队员醉熏熏,打着酒阁,道,男人在极端情况下,就是管不住下半身,我好后悔。 人们望向他,眼神顿时一样了,又描向他附近的几个女,探险队员。 周云拍了拍他的肩头,道,我理解你,在极端情况下,犯点错也正常。 仔细想来,我过去也犯了不少类似的错误。 理解就行,那我就放心了,原来你也当众尿过。 老探险队员长出一口气,你什么意思? 周云虽然喝得晕乎乎,但还是觉得不对。 老探险队员抖了抖身体,身下的座位湿答答,道,大喜大悲,情绪失控,和你以前一样,没忍住,闹笑话了。 周哥,你干过这种事? 忠诚问道,我才没有,这,谁特么犯过这种错误? 你自己说的,我记住了。 飞船平安降落在贺星基地,这是相邻密地的一个行星,就好像火星与旧土的关系。 一群人踏足在这片安全的土地上,全都尝出一口气,终于逃离了那片怪物横行的世界。 许多人发誓,这辈子都不会去探险了。 他们被安排洗漱,进餐,简单休息后,就被各方开始问话,了解密地的详情。 当德西老陈晋升超凡领域,一些财阀探险队,还有这片基地的人,全都震撼了,严肃面对。 老陈始至终都不落单,跟在周云、钟晴等人的身边,他怕有不讲究的人给他来一发超级能量炮。 至于怎么回去,他决定了,选择的飞船必须要有财阀嫡系子弟,或者有掌权的老家伙坐的飞船,这样才稳妥。 因为,他怕飞船半路被失势,连他徒弟轻木都安排过新术第一人奥猎杀,安详地离开,业务娴熟,就更不要说老陈了,对这里面的是门清。 王轩成为宗师的事已经传开,这么年轻确实引人瞩目,意味着他潜力巨大,未来的成就必然无比惊人。 但有老陈鼎在前面,还有老钟在街蝉壳蜕变,两大超凡强者出现了,他就没那么强烈吸睛了。 所以,他很淡定,有两大超凡强者挡在风口浪尖上,他这个水下的大鳄很平和,享受难得的宁静,在贺星基地的保护层中晒晒太阳,喝喝果汁。 旧徒有个王霄宗师,现在又多了小王宗师,都与老陈有关系,这,有人怀疑了。 各方都在分析,不过重点依旧在老陈身上。 事实上,最先起疑的就是钟晴,他一直在观察王宣。 小,成呢?钟晴,坐呀,悠闲得,晒着抑郁的太阳,喝喝新鲜的果汁,挺好。 钟晴听着他说的话,又看了一眼,他喝得有助于丰满与美容的椰瓜汁,他总觉得被恶意针对了,瞪了他一眼,转身就走。 王宣无言,他直接把天聊死了。 现在他们还无法离开,从密地回来先要被隔离两日,不断进行检测,怕将一星的超级病菌,或者与超凡有关的物质,以及神秘事物,带回新星。 这是例行安排,所有探险队回来后都要接受这种隔离检测。 当然,有时候像老钟这种出格的人会跳过这一步。 周云走来,亲热地搂着王宣的肩头,道, 小王,多谢你在密地救我,回到新星后,海上酒会,美女,飞船都风等,我来安排,我要好好报答你。 接着,他又神秘兮兮地开口,道,到时候绕过我舅舅老林,将我表妹临危约出来,怎么样?周哥够意思吧? 不远处,另一张堂椅上,忠诚开口,道,小王,我姐说了,周哥不是好人。 他拉人聚会,经常各种乱七八糟,还常和人斗殴。 他来密地前,在新树那边吃大亏了,好像因为争风吃醋,最后竟被一个女人痛揍了一顿,你别上了她的贼船。 小程,这话我不爱听了,难道还要让小王上了你姐的贼船? 不是,贼船不成。 钟情出现,在远处狠狠地瞪了一眼周云,发现未知战船。 警报,星空中有未知战船急速接近。 基地中传来刺耳的警报声,扫描到了星空中的异常,居然有三艘样式奇特的飞船在快速冲来。 他们已经确信,这不是新星的飞船,也不是他们这边的技术,看其样子竟具备部分超凡属性。 在一艘飞船的前方,有一口巨大的飞舰凌空,负责开路。 怎么出现的?早先为什么没有扫描到? 疑似是从密地中出来的,所以显得很突兀,无法提前赶知。 来者不善,快,击溃他们。 老陈,王轩,钟晴等人也被惊动了,看着大屏幕上的战船,他们都很吃惊。 歼灭他们,那是三颗超凡星球的人,这是追出来报复了。 老陈寒声道,在密地外,有太空探测器,清晰地捕捉到了飞船的样式, 以及那口开路的巨大飞舰上的花纹等,同羽化、欧拉和洛兴的兵器上的纹理相仿。 东! 基地中早已开启防御光幕,同时,有战舰冲起,发出刺目的光束。 轰吉纳正在接近的三艘战船。 吃! 事实上,对方也下手了,三艘飞船都先后发出恐怖的能量光束,锁定这片区域。 轰! 星空中发出可怕的光,彼此对轰,拦截,光盾启动,能量激荡。 有些意思,它们的飞船是科技与超凡力量结合的产物,这是一个新方向啊。 不过目前,它们落后于我们的战舰,不是我们的对手。 基地中的人镇定了,确信对方不足以威胁他们。 这片宇宙中,有四颗生命星球,其中一颗为高等超凡文明, 另外三颗为普通超凡文明。 目前来看,都威胁不到我们所在的宇宙星空,超凡物质在退潮, 这边连地仙都几乎绝技了。 老陈告知一些重要情况。 轰! 来自何洛兴的战船被打爆,如同烟花般绽放,但却有生物飞了出来,绽放刺目的光滑。 机械人,不对。 像是超凡武器,那是某种傀儡兵器。 老陈低语,他被基地的人请来,作为顾问,讲解与超凡有关的东西。 那是一个金属人,高能有十几米,身上刻满了符纹,被星星的战舰清晰地扫描到了。 那个金属人爆发出耀眼的光滑,符纹密密麻麻,映照虚空中,然后他急速朝着赫星而来。 地仙级傀儡兵器。 老陈倒吸冷气,三颗超凡星球还是有些可怕抵运的,虽然没有了真正的底线,但还存有这个极数的武器。 无妨,检测到能量波动,它可以毁坏战舰,但是,它没有机会接近我们,它比在星月出现的那个疑似猎仙的生物差了一大截,不是一个数量级的。 星星这边的人越发地有底气,轰,一道道恐怖的能量光束飞了过去,星空中发生大爆炸,那个地仙级傀儡被打爆了,挡不住战舰的轰杀。 另外,两艘战船也都解体了,从中也各自飞出地仙级的傀儡武器。 三颗超凡星球,各自派出一艘战船,都在着地仙级的战里,确实能毁掉星星的战舰,但无法临近。 在传说中,能够飞天遁地,可以活上漫长岁月的地仙,也挡不住现代新型战舰的轰杀。 这让老陈心头大受触动,现阶段的他在新兴还是得低调点为好,出行报备,那就报备吧。 王轩也看到这一幕,双目深邃,他打定主意,要居住在超级城市中,这样的话应该较为稳妥。 哼!三个地仙级的傀儡先后被灭,星空寂静。 密地中女方是开口,道,看到了吧,现实纠正错误,宇宙回归正常,科技文明重新焕发光彩,足以能够威胁到猎仙。 三年后,如果找不到路,侥幸逃出大幕,活下来的猎仙,需要慢慢适应这个时代,不然处境堪忧。 白孔却沉默着点头。 两日后,王轩,老陈他们正式踏上归城,首先前往几光年之外的虫洞,要从那里回归新星所在的宇宙星空。 终于要彻底离开这片浩瀚的宇宙星海了。 许多人都心有感触,有命活着回去就是福,再也不想来了。 王轩思绪飞扬,赵青汉,吴音应该会回到新星,但他不知道今世还能不能见到马大宗师了,也不知道是否还能见到那只爱臭美的黑色小狐狸精。 当超凡退朝后,他们还能保持灵性吗?是否会归于普通野兽之列,当想到这些后,他只能叹气。 这艘飞船上坐着钟晴、郑睿、周云等,更是有老钟,也有几个身份不简单的中年人,要回去报告这边发现几颗超凡星球的事。 如果没有这些人同船,老陈打死也不会上路。 虫洞所连着的这片浩瀚星海,算是一片平行宇宙吗?还是说,只是宇宙较为偏远的一片星系。 王轩忍不住开口问道,怎样理解都可以,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说法。 一位中年人开口,目前,他们称这里为密地宇宙。 事实上,早先财阀等主要探索的是一个名为福地的地方,那里被称为福地宇宙。 多年前,福地超凡能量物质喷涌的厉害,已经无法接近,在那里留下很多实验室,更留下大量探险者,与外界隔绝了。 如果三年后超凡退潮,那些人说不定可以被接回来。 甚至,要不了三年,就有转机了。 多年过去,留在福地星球的人如果还活着,说不定有些人很强了,也说不定。 王轩了解到,新星的人还制造不出虫洞,所发现的都是天然形成的,或者说可能是消失的文明留下的。 现在,有人认为,一个虫洞连着一片平行宇宙,也有人认为,一个虫洞连着宇宙的一个角落。 新树也是从一片星空中的某颗生命星球上挖掘出来的。 在归途中,王轩了解到很多关于深空的探索事件。 西方那群人一直在探索巫师宇宙,神神秘秘的。 这些话,让王轩心中有了波澜,不知道超凡退潮时,是否会波及所有星球。 理论上来说,如果神话腐朽,应该是全方位的。 现实如果自我纠正的话,不会只针对一地。 数年前,还发现了类似武侠世界的宇宙。 老陈听闻后,顿时有了浓厚的兴趣,如果超凡消散,那里或许有些盼头,从那个世界带回来的秘籍,也许能给人一些启发。 哼!飞船贯穿星门,从虫洞中冲了出来。 这里是一颗行星,被命名为深空第十九星,有连着密地宇宙的星门。 此地距离星星能有几光年,保持一定的距离,以确保母星的安全。 飞船启动驱速引擎,几个小时后,降落在星星,他们回来了。